大家好,感谢大家继续订阅和收看大龙的厨房,我是大龙 今天我和大家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但是很好吃的蒜子烧糖醋小排骨 做这道小排骨,大家不需要焯水 我们只需要把新鲜的小排骨提前泡透了清水,洗干净,挤干水分 在排骨肉多的一面划上三次刀,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提前腌制了 大龙在北京叛家园桃花的那本中华烹饪秘籍上面有写 食材入味,鲜入为主 所以在挤干了水分的排骨里面,我什么都没放 我首先放入了黑米醋和白砂糖 这样排骨就会首先吸收糖醋的味道 抓拌一小会儿以后,然后我们再加入料酒生抽和一点老抽就可以了 因为待会儿我们是用较多的大蒜来烧这个排骨 所以其他的香腥料也就没有必要再添加了 因为小类排的肉不是很厚,而且我们又划了几道 所以腌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冷油起锅,把大蒜放进去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炸大蒜了 大蒜千万不要炸糊掉,炸糊的大蒜会发苦 我们只是把大蒜炸到淡黄色,表面有一点硬壳就可以了 捞出炸好的大蒜,我们就借着这个蒜油开始把排骨煎一下 把排骨肉多的一面向下放到锅里以后 然后再把火力设置到四分之三的中高火 我们就可以盖上锅盖了 排骨被热油煎出的水蒸气 由于盖着锅盖不会挥发掉 它会又回到锅里 那么现在我们就由从开始的油煎排骨 变成了油水混合物的闷煎排骨 所以夹盖焖煎五分钟以后排骨已经熟透了 但是还不是很烂 那么我们就用刚才腌过排骨的酱汁来替代水 把它倒到锅里面去 把排骨翻动一下 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酱汁 然后放入刚才已经炸好的大蒜 然后现在就可以把火力改成四分之一的中小火 我们把锅盖盖上以后给排骨第二个八分钟的焖煮 因为每家每户锅的导热和锅的大小不一样 获利也可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时机情况来调整第二次焖煮的时间 中途要翻动检查一下 尽量避免把排骨烧糊了 而且大家也要留意 因为汤汁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那么它浓缩的速度也就会越来越快 全程没有放一滴水 做法简单 节约时间的糖醋蒜子烧小排骨 我们就做好了 因为加入了较多的大蒜 蒜香浓郁 大蒜吃起来又非常像是肥肉丁 所以整个菜品在口感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视频 请大家订阅和点赞 你们动动手指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大龙也会尽快制作和上传有特色的美食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